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伦彬看 我是伦彬 好 那一个礼拜来开始 哇 今天这个台北股市又跳水了 这一跳跳了700多点啊 盘中一度还跌了738点 来到22130 最重要的这个22130啊 基本上已经测试到了季线的一个位置 记不记得在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前 甚至于在上个礼拜我们都还在讲 哇 这个加权指数啊 跟这个季线的一个乖离啊 高达11% 12% 哇 这个乖离太大了 怎么样 有没有 我说一定会修正 结果讲了讲了没过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现在居然达到了季线 达到了季线 代表怎么样 乖离变成0了 原本是11% 12%的乖离 现在变成0了 那代表这段时间 你看加权指数跌得多急啊 跌得又急又快 好 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快速的一个拉回 好 当然 来到这个位置 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 啊 已经跌到了 跌2000点了呢 跌2000点从台股22 对不对 从高点24416到今天的低点来到22130 2000点 2400点 2300点的呢 那如果说在短线短短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已经跌到这样子 已经开始有人在问 台股是不是没行情了啦 多头是不是改变了 是不是接下来要走空头了啦 那到底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 坦白讲 现在不能够太早下定论 不敢讲有 那也不敢讲没有 为什么 因为现在当然排面上的变数非常多 好 例如说 好 上个礼拜 排面上的一些重磅级的讯息 包含什么 川普要什么收保护费啦 不管他收什么费啦 保护费也好 手续费也好 反正他就是要收费嘛 你去管他什么费那不重要 他就是想收费 他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要怎么样 哎 要台积 然后一下子又怎么样 做我们的台积电 抢走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晶片的一个生意 虽然这很莫名其妙 你自己做不出来的东西 你说我抢你的东西 你又做不出来 我怎么抢你啊 对不对 好 所以很莫名其妙 但是问题是 你知道川普这个人很容易 他很会哗众取宠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选举语言又一堆 所以在这种情况难免引发怎么样 引发盘面的一个震盪嘛 尤其这些言论 都是跟我们的台北股市 尤其跟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是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不管保护费也好 什么都是嘛 都跟台股有关系 那再接着下来 上个礼拜六最大的一个重磅相伺就是 拜登啊 宣布退选了 好了 当然一宣布退选以后 很多言论就出来了 你说你拜登都退选了 那你不是摆明了 让川普怎么样 保送上白宫吗 对不对 很多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 当然了 我说过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 我们都给予尊重嘛 但是你要问我的一个意见 我倒是觉得 如果拜登他不退选 那才叫真的怎么样 那真的保送川普上的一类 不是吗 那你拜登明明就已经 不可能赢得了川普了 你还要硬要他硬上 那这才叫保送嘛 那如果说现在拜登退选了 你不管是贺锦丽上也好 你不管是其他的 党内的其他有一角逐 这个大位的人也好 但至少总是一个未定之天嘛 对不对 因为毕竟民主党 也是人才济济嘛 你不是说除了拜登以外的没人啊 不会啊 那如果说有一个重磅级的人出来 那可未必啊 因为川普讨厌他的也是一堆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川普就不一定稳上了 我个人的看法了 那如果说他不一定稳上的 他前面讲什么收保护费啊 什么台积电抢订单啊 基于那些反而就没有人在意了 所以到底是好是坏 天晓得 但是他总是一个变数嘛 可能变好可能变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让整个盘面 出现了一个震荡 好那我说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去思考的 思考什么 现在达到的际线 对不对 那这个多头行情 他改变了没有 他会不会有机会 从一个多头变成空头 那如果从多头变成空头 你要怎么应对 那如果不是 假设多头的格局 他还没有被改变 这个只是 所谓的中期回答 因为毕竟你看嘛 从二月当时 金兔年的封关 二月五号 那时候在18000点 涨到这一波24400点 这一涨 你看嘛 二月五号 到上上个礼拜 7月11号7-11 来到24416 从5月 从2月初 到7月中 也不过就5个月的时间 5个月的时间 行情涨了6400点 这中间你也看到了 除了这一波 还堪称 比较像样的回党以外 因为毕竟它有回到季线 之后 几乎这个过程里面 都没有像样的回党 尤其你看从这一波 一直涨到这里 这里当时低点 也不到还不到两万点 你从不到两万点 涨到两万四 这一再涨四千多点 涨四千多点 没有回党 该不该整理 那如果它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整理 合理的回党 趋势没有改变 那很显然 新的一波涨势 在整理过后 它会重新启动 那既然如果新的涨势 会重新启动 那么拉回 是不是就是机会 你看前一波也是 拉回到季线之后 开始展开新的涨势 现在又回到季线 有没有可能 会跟这一波一样 就碰到季线之后 或者接近季线之后 然后开始展开新的攻势 那如果 在回测季线之后 有一波新的涨势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动作 对不对 这都是 你现在操作的关键所在 趋势如果改变了 有趋势改变的做法 如果趋势没有改变 那么这是一个中期修正 中期修正什么时候修正 难道今天就修正完了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一个 观察的一个东西 要去观察 对不对 尤其现在盘面 我说过今天告诉你好像OK了 到了礼拜一礼拜二 如果是这样到明天 又有新的一个变数出来 这个谁敢给你掛補奖 对不对 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 震荡的过程里面 我说过了你要随时去观察 盘面的变化 那有些时候你的节奏 你的脚步跟不上盘面的变化的时候 你要懂得善用工具 你才能够跟上盘面的变化 你能够跟上盘面的变化 你才能够去因应盘面的一个结构 去做出正确的动作 这是很重要的 那至于说怎么样能够跟上盘面的一个变化 我还是强力的建议投资朋友 多多利用我们股市博病和 lightlight的官方账号 第一个服务性值免费 你会不会有损失 你不会有损失啊 你没有负担嘛 免费的你要负担什么呢 对不对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服务性值 它是一个免费的 我说你最大的风险 你加入到这个群组 你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就是我给你的这些资讯 对你来讲 一点用处都没有 完全没有帮助了 但是就算完全没有帮助 这是你最大的风险 你会不会有损失 你不会有损失啊 我也没有跟你说 你先对不对 要先缴一个入会费 也没有啊 我这都是服务性值的嘛 如果没有用没有用就没有用啊 你也没差啊 但是如果只要有用 哪怕是一个趋势的转折 哪怕是一档股票 一个族群的方向 你只要掌握到一个 哪怕只有一个 当时大家在追AI的时候 在追机器人的时候 你能够掌握到 新一波缺电概念的一个涨势 不管从一开始的 华城在600块700块 又或者接着下来 你看涨到了900多块 大家在追华城的时候 我们又把资金移到哪里 我们又把资金移到绿电 包含什么声威啦 包含什么能云报啦 你在200块以下又重新做 你到现在 你说哪一个没有大赚 那这样的资讯 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说不用你每一个都跟上 你只要跟上一个 例如你的 华城买在七字头 又或者云报 你买在200块以下 随便一个 不用且或 或就好了 不用结束 你是不是就支回票价 对不对 更何况 你想在面对现在盘面 这么诡谀多变的一个过程 你在盘前就可以收到 我针对当天美股的一个收盘 还有在整个盘面上 产业上面的任何的一些 所谓的重要的一些讯息 到底哪些你要留意哪些你看看就好 那美股的一个收盘 那对台股今天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会把它整理出来一篇盘前的分析 让各位在还没有开盘之前 对于今天行情的掌握至少 你方向就不会太偏差 不过现在要往东 你偏偏要往西走 绝对不会 一定有一个遵循 然后到了盘中 到了盘中 除了盘前以外 那接下来开盘之后 开盘之后要怎么 当然要随时注意 盘面的一些强弱事故的表现 一些资金的一个流向 筹码的强弱 又或者有没有来自业内法人 第一手的一个资讯 在盘中出现了 有没有那当这些出现 甚至于包含我们会员的操作 我们做了什么动作 买了什么卖了什么 我都会适度的 纵使你不是我的会员 我都会适度的 在这个群组里面 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各位有没有帮助 那更不要讲盘后 对不对 盘后根据当天 根据当天 整个肋骨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哪些肋骨可能 从原本的弱势整理 慢慢转强 快要冒出头了 快要冒出头了 你当然就要把握满一点 难道你要等它喷出去了 你再来追吗 当然不是吗 又或者 当大家都在追的族群 现在突然出现 有一点涨不太动 筹码转弱了 那你要趁它还没有崩下来 以前 你要赶快建好要收 那到底有出现 什么样的一个盘面变化 我们在盘后的一个解析里面 也都会很清楚的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你看你从盘前到盘中再到盘后 你有这样一连串 一条龙式的一个资讯 供各位做参考 你认为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盘面震荡的过程里面 对各位会不会有帮助 我说就算都没有帮助好了啦 就算都没有用好了啦 至少 你知道 我的看法是什么吗 至少 你知道我们的会员 现在可能在干嘛嘛 参考一下对你也不是坏事嘛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你认为这样的一些资讯 对你是有帮助的 记得 QR Code扫描 QR Code扫描 又或者用ID 小老鼠RBH888 但是还是温馨的提醒 这只小老鼠非常重要 你知道哪只小老鼠 就是这个at 这个小老鼠 你一定要打小老鼠后面才RBH888 你不要直接就打RBH888 我说你少打了这个小老鼠 你看到的头像依旧是我的头像 你看到的群组名称依旧是股市罗宾汉 但是那不是我们的官方账号 那是诈骗集团的账号 如果你连到诈骗集团那边去 我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所以不要小看这只小老鼠 这只小老鼠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 行情出现震荡 短时间之内 我想来至于政治面 因为现在就是政治面的变数 以下是川普讲了什么话 以下的民主党要换人选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 当然政治面的一个变数 会压抑这个盘面 因为许许政治面跟股市 也有很强烈的联动 但是政治面有一个 有一个 你要讲缺点也好 优点也好 它就是来得及 让你完全没办法招架 但是它去的也很快 对不对 它去的也很快 所以如果说一旦 政治面的变数降低以后 其实现在这些阴霾都不见了 可能心意破了 涨势随时就发动 可是在这样的变数 没有厘清之前 难道我就不做股票 当然如果你想不做也OK 我不是说不行了 但是我认为 只要行情有在跑 只要盘面上还有赚钱的机会 我没有理由怎么样 我没有理由不要啊 对不对 我说除非你没有任何机会 那当然我们就这样 就退出来看嘛 如果还有机会 而且这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是你可以预期的 你也可以在它发动之前 你可以走在故事前面的 那我更没有理由放弃啦 就好比说来看这张股票 今天很多人都在讲 6869的云爆哇今天第二支了有没有第二根 今天又是直接跳空 一开盘就收盘 一开盘就怎么样 就收工了 这第几根第二根了 上个礼拜五一根今天第二根 今天一堆人在告诉你哇怎样怎样怎样 我只请问各位了 如果你没有买在前面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买在前面 你今天想买你告诉我你今天想买你怎么 今天很多人都在讲云爆 你怎么买啦 跳空就收起来你是怎么买啦 你一定要要不你就上个礼拜我去追高嘛 去追在涨停嘛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在更早之前像我们一样来我们怎么做 我前面这波我不讲了 前面这波我在200块以下买了云爆 后来在高档出掉这波我不讲了 这个你们都知道吗 不知道了欢迎回去看我过去的视频有没有 当时我卖掉了重店以后卖掉了华城 我是不是接下来就是做云爆 有没有好 那当时高档出掉以后我说过的 因为他分盘交易又大家来蹭的筹码乱掉了 我当然先出一趟 但是整理过后只要适当的买点在线 我会把它买回来 因为未来店的方向 至少如果说现在的执政党在已经很宣誓说未来不用何能 至少四年不会改变吧 如果四年不会改变 我只问各位 店的这个需求是不是就一直存在 姑且不讲 黄仁勋啊什么AI的这些用电越来越凶 就光说这个礼拜六 7月27号核三要停了 缺口哪里来 而且这是永久哦 至少未来四年哦 这个缺口都在哦 是不是你一定要去伸出店来 不管你用任何方式伸 又或者你反映在盘面上任何跟店有关系的 它都会持续的发酵 就这么简单 这个不用我再多讲 对不对 好 那既然趋势这么明确 所以当它整理到一定的程度 7月15 来7月15 6869云报 试价买进 有没有 试价买进来 7月15在哪里 在这里 哪一天低点262收盘266 好不好买 好不好买 好再看 7月18 6869云报 请试价买进 因为明天 明天就是7月19 即将要解禁 我们先买进 来 7月18了 在这里 有没有 哪一天低点263 收盘273 所以不管你在上个礼拜的云报 你买在263也好 你买在260 270 今天 330 今天330 你买在260 270 现在330 你哪一个 会说你赚不到 你哪一个 你会告诉我你来不及 上礼拜这里不好买吗 对不对 你不好买吗 你躺着买都可以买很多了 对不对 可是到今天 跳空涨停 一开盘就收盘 你想买你还真的买不到 你还真的来不及 因为明天如果再开一高 或者再开一根 你再来 就你看你差我的成本又差多少 又差了30%了 又尴尬了对不对 你的成本高我30% 你的风险是不是高我30% 那你的成本又高风险又高 你是不是又不敢重压了 你不敢重压 纵使它在涨 你又是不是又赚零用钱 你又赚不到大钱 按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都知道我就不多讲 如果你要赚零用钱 就存定存就好了啊 对不对 还做什么股票啊 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啊 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啊 对不对 所以啊 盘面只要还有机会 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掌握 只要怎么掌握 怎么掌握 善用工具 善用工具 尤其我说现在 行情来到这个位置 非常关键 第一个 到底多空区区改变了没 大家都过去知道 现在走多头啊 问题是 涨了六千多点 一口气泡 两千几点没起来 区势会不会改变 这是你第一句思考 那如果区势不变 那整理 整理到什么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讯号出来 会整理到什么时候 那接下来整理完之后 哪些族群 哪些股票会冒出头 我又该在什么样的位置 去买进 我想这一切的一切 也都是你接下来 你的一个重点嘛 尤其你想要赚钱 这里面 一步都不能错嘛 趋势错了 更不用 趋势都错了 你还赚什么 对不对 你能买进的时间点不对 人家大赚你可能怎么样 你可能不止小赚 你可能还赔钱 这每一个都环环相扣的 那怎么样能够做到 对不对 做到最好 我说过 善用你的工具 你的工具就在这里 我们古书温看Light的官方账号 QR Code 又或者 又或者 用ID输入 但是ID输入记得 记得 前面的小老鼠 非常的重要 那我相信 你只要能够善用你的工具 在接下来 不管盘面如何的震荡 至少会有一个遵循的方向 至少您让 让你知道我在干嘛 对各位参考一下 绝对也是好事一桩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